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在玩者容量中一款皮肤的好坏不仅仅只看特效 手感也是很重要的 很多大神玩家选皮肤的时候都非常注重手感这一块 那么峡谷中哪些皮肤手感是玩家功论比较好的呢 本期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第一款韩信的街头霸王 这款皮肤别看它是勇者级皮肤 但在韩信所有皮肤中 手感是很多大神玩家功论非常好用的一款皮肤 主要是这款皮肤玩起来感觉比其他皮肤轻盈 释放技能的时候也会更加顺畅 能更好的花费实力 第二款就是珈罗的太华 这款皮肤是鼠年限定皮肤的传说级皮肤 无论是出场动画还是技能特效 看起来都非常华丽 不仅如此 手感方面也是得到众多玩家的好评 自从有了珈罗的太华以后 珈罗的其他皮肤基本上都很少去碰了 因为玩其他的皮肤就没有太华那种爽快的感觉 第三款李白的千年之狐 这款皮肤也是很多喜欢玩李白大神的玩家 功认手感非常不错的一款皮肤 甚至比凤球皇还要好 天美也是看到这一点 于是就给千年之狐出了新元皮肤 这样可以让玩家体验千年之狐 更多不一样的手感 不过还是有很多玩家吐槽李白这款皮肤 为什么不上加碎片商店呢 毕竟他也只是普通的死尸皮肤 连安吉拉的心灵嗨客都上加过碎片商店 要是千年之狐能上碎片商店 那就非常好了 第四款花木兰的水晶猎龙者 这款皮肤模型很帅气 游戏中的打击感也非常不错 虽然目前花木兰的皮肤出了很多套 但水晶猎龙者这款皮肤的手感 依然还是在花木兰所有皮肤中排名前列的 这款皮肤时常会加入一些活动免费获得 如果通过这些活动免费获得的玩家 那确实就撞到了 第五款安吉拉的心灵嗨客 安吉拉这款皮肤的特效和打击感 在安吉拉所有皮肤中 公认是最好的一款 这款皮肤的造型还很独特 花光的钻马尾 不是一般女英雄能有的 这款皮肤还有个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会上架碎片商店 如果是通过碎片免费换到这款皮肤的 那其实也是非常不错了 那么小伙伴 你们还知道哪些皮肤在游戏中的手感不错呢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最后记得点个关注点个赞哟